請問一下 詹惟忠老師 你要不要介紹你今天起立 介紹你今天的衣服 你居然買到這麼短的牛仔褲 那你為什麼要穿這樣的靴子 因為當時看別人穿這個馬丁 夾馬丁鞋就問他哪裡買了 你們後面有沒有人穿這樣的靴子 高筒靴的 別人走出來看看 為什麼那麼不一樣 怎麼差那麼多 我們只踢到腿就好了 到胯下停 怎麼會這麼短 你為什麼不把脖子伸出來呢 已經伸出來 小腹算是小的 再來看一下 它裡面有護腰 哪裡有 真的嗎 你不要假 那不是護腰 那是豎腰 哇哩咧 你這男朋友 哇塞 你幹嘛這樣 你受傷是不是 因為小腹不好看 穿起來很好的味道 好有臉屎 當然有驚訝他牛仔褲上的毛丁 想說哇 詹惟忠老師這麼的潮 超潮 超潮的 但是他的問題在 因為他每一件單品都不合身 褲子到底在哪裡買 我這是 是哪裡可以買到這樣的褲子 大陸的富豪 貴婦送給我的 為什麼不假撿掉或什麼的 他最漂亮是整個 這個底翻出來的 但是你也翻太多了吧 他是原來的腸部 多出來燒掉了 你看老師 多出來燒掉了 老師 妳把它認真的折好 折正確的長度 會不會到膝蓋 有可能會到大腿 他短折的東西還可以做一條短褲 現在是幾月 你不是真的可以算一下 現在是幾月嗎 五月 五月 你免熬 這件衣服店員告訴我說 穿起來像周潤發在英國買的 沒有 她騙你喔 比較像大潤發 本身是最近才比較喜歡 追求一點時尚 上次我看到那個GD有沒有 他戴那個戒指 後來我看到之後 Shannels的 我硬要買 你戴起來買像BG的 所以你的意思 你為什麼要戴Chanel 就覺得比較安全 什麼安全 就戴起來比較安全 不是 你為什麼內褲要露出來呢 不好意思 他是襯衫搭到內褲裡 對 Prada說你只要戴 再一個視頻亮一點點 就可以跳出你的品味 對 Prada的 你感覺很像胖打的 不像Prada 不是 你這樣戴這樣子 一直露內褲 Prada不可以告你嗎 我可以啦 我稍微 Prada會生氣 那個質感都露到了 因為我以前在日本 我以前在日本 跟我日本太太的朋友的朋友見面 後來走路說 她送禮物給我們你知道嗎 她說 一氣之下有沒有 全部給她買LV的 進出海關 面對客人 她就說 這屍體怎麼會偷LV對不對 你帶三個包來幹什麼 你以為我們在拍賣會 我還有皮夾 名片夾都LV的 現在已經不流行 現在比較不流行 現在是土豪傳 真的沒有人可以發嗎 對啊 你還不如 你還不如拿一本本 拿一本空白本票來這邊給大家簽